哈林队派出的第一榜 是向来时尚 品味独树意志的吴莫愁 她不仅音乐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最近也吸引了各大时尚杂志的注意 得到了国际时尚的青睐 并且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女歌手 参与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 迎战的校二班副队长多亮 也准备以多世情歌 演绎听说爱情回来过 究竟谁的表演 会率先夺下半场第一分 加油 加油 你去的 来您请考核吴莫愁 是谁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含着很多的故事都会让听众觉得不往听了这首歌去 是 多亮是个多么有故事的人啊 这样 莫愁啊 多亮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歌 当然是 什么歌你们知道吗 对 小情歌 我们让莫愁唱两句小情歌是什么感觉大家尝试一下 欢不欢迎 而且最重要是要用多亮说的欧美范来唱 都可以 欧美范的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不好意思 唱了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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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 下一句是 唱着人们心中的曲折 欧美范 我感觉舞台都在正美的转嘛 多亮 莫愁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歌 这个 太多了是吧 不不 等一下 你唱的这个是多亮版本 你能不能模仿一下莫愁的版本是怎么唱的 来 预备 起 首先是那个嘴 你要幻想你自己涂了红唇的感觉 红唇 多亮涂着红唇 我的苍天 来来来 预备 你现在是吴莫愁 来 一 二 三 吴莫愁上身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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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多亮 真的 我特别喜欢你这样 掌声给他们两位鼓励一下 现在到了必需出结果的时候了 多多啊 其实我觉得吧 每个人在台上唱歌都是那么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看的是多多最吸引我的是在 台上模仿 模仿莫愁那一段 很好很好玩很可爱 让我认识到另外一个多多 肥肥大大的多多 半人 一定要非常夸张的那表情才行 我喜欢吴莫愁在舞台上的那种 王者风范 就是 他只要登上舞台 就他就是 整个舞台就是他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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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上也是需要小情歌的